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冬头帮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非常浓厚的丧葬意识 自从公元前1300年的殷伤时期 人们就有了灵魂不死的概念 认为人的生命和意识是由魂魄来主宰的 灵魂来自于天属羊,主管人的精神知觉 魄来自于地属阴,主管人的肉体形骸 魂魄相合,人则生,魂魄相散,人则亡 魂人去世之后,魂与魄分离 魂生天,最后转化为神 破入地,腐化成为水,归入土壤 对后世起到庇护之效 王冠贵族达官显贵 对自己的身后事也是非常在意的 陪葬物品种类之繁多,琳琅满目 上到金银珠宝,下到青铜玉器 恨不得把自己整个家当都搬到地底下去 有的甚至还不忘带走几个陪葬的奴仆 如此的后葬习俗自古以来就催生了一个行业 那就是盗墓 十几年前的一系列盗墓小说 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等 将盗墓这个行业带入了大众的眼帘 小说中提到了盗墓的四大门派 摸金发丘,班山谢岭 那么历史中这四大门派是否真的存在 史上真实存在的盗墓者又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咱们就来开启一个系列 来聊聊盗墓那点事 首先要说的就是两个官道的门派 摸金和发丘 摸金和发丘一开始都是官方盗墓集团 全名是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 是东汉末期曹操所设立的 为的就是盗取财物 以缓解长年以来的打仗军饷压力 汉朝陈林所著的魏袁绍席玉州中有记载 曹又特制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 所过灰突无害不漏 意思就是说曹操的盗墓团队 所去过的地方基本上就被他们洗劫一空 曹操盗墓的事件中最有名的 可能就是曹操盗取梁孝王的这个事了 梁孝王名刘武生前十分贪财 因此死后也有了一个黄金墓的外号 传说得梁孝王墓者将富甲一方 为袁绍席玉州讨伐曹操的席文中有言说到 又梁孝王先帝姆昆 焚灵尊贤 桑子松柏游移速攻 而曹率将力士亲临发掘 破关裸师掠取金宝 1994年梁孝王的墓真的被考古专家发现了 并且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 这墓之前确实是让人盗过 但是被盗的年份不详 第二 梁孝王墓规模巨大 珍宝无数 即使是被盗过了 考古人员还是清理出了两万多件文物 其中包括著名的金吕玉衣 不计其数的骑兵勇 精美 玉器 铜器 陶器和各种珍宝 无法顾家 梁孝王墓位于河南永城的汉墓群 规模之宏大 顶住北京十三零四个 一部分学者认为 就是曹操的摸金校尉和发丘重浪将到了梁孝王的墓 但是也有更多的人说 不能单凭陈林的席文 就判定是曹操干了这事 毕竟也有可能陈林是迫于袁绍的压力 故意夸大了事实 而且如果曹操真的盗了梁孝王的墓 当时肯定闹出来不小动静 肯定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史料记载 但事实证明 除了陈林的席文 没有任何其他的史料记载 曹操曾经盗过梁孝王的墓 不过不管这个盗墓的人到底是不是曹操 盗梁孝王墓的这群人 一定是一群专业的盗墓团伙 那么回到摸金和发丘 有人可能会问了 同一个国有到墓办公室 曹操干嘛要创建两个不同的门派呢 其主要的原因就是摸金和发丘分工不同 所谓摸意为打量探测 而发丘的发意为发掘 丘则指的是坟墓 也就是说摸金校尉的主要职责 就是分金定学 他们找出来墓穴的所在位置 打量墓穴下面的情况 如果说墓穴的规模比较小 那么摸金校尉作为一个冲锋小队 就直接下去把事给办了 如果说墓穴的规模比较大的话 这个时候就需要发丘中郎将登场了 从官职上说发丘中郎将 要比摸金校尉稍微高一些 据说曹操会给每个发丘中郎将 发一枚发丘天印 上面刻着天官赐福 百无禁忌八个大字 被发丘中郎将们当作是护身符 号称一印在手鬼神皆碧 历史上著名人物盗墓的 可不止曹操一个 最早的关于盗墓的记载 是吴子叙的绝坟鞭尸 但是吴子叙盗墓 他并不是为了财 而是为了报仇 春秋后期楚平王听信谗言 冤杀了楚国忠臣武奢一家 只有武奢的次子吴子叙 侥幸出逃夺过一劫 后来吴子叙逃到了吴国 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 成为了吴国忠臣 随后吴国的军队 攻破了楚国的都城 彼时的楚平王早已经轰式 而其子楚昭王也已经逃亡 吴子叙为了思业私奋 为自己的父兄报仇 就命人掘开了楚平王的坟墓 编尸三百下 后有史记吴子叙列传记载说 吴子叙求昭王 既不得乃绝楚平王墓 出其诗编之三百 然后以 也有传闻说 发丘一派认为吴子叙是史料上有记载的 资历最老的盗墓者 就将吴子叙分为祖师爷 开宫之前他们不败曹操 而是给吴子叙上香磕头 以求平安 有人可能会说了 陈琳的习文不是正史不足为信 那么除了陈琳的习文 其他的史料 有没有记载过摩金和发丘两个官职呢 在《南史卷2宋本纪》中说到 帝少好读书 颇时古事 粗有文才 自造孝武地类及杂篇章 往往有磁彩 以魏武有发丘中郎将摩金校尉 乃至此二官 以建安王修仁 山阳王修又领之 其余世纪分建朱烈传 这段话讲的是南北朝时期 著名的暴君刘子叶 他效仿曹操 设置了摩金和发丘两个官职 由王修仁和王修又领导 专门就负责盗墓绝分 刘子叶是南朝宋的第六位统治者 只在位两年极度残暴 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变态的皇帝之一 他能明目照亮地干出来盗墓这事 我觉得还真不稀奇 所以基本上可以垂时摩金和发丘两个门派 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 说完了摩金和发丘 咱们再来聊聊班山和谢陵 这两个门派多是后世的一些猜测和传闻 相传班山一派起源于秦汉时期 兴盛于清朝中期 古代很多王公贵族的陵墓 都以大土堆封林或者是以山为陵 班山一派顾名思义 就是简单粗暴地将陵墓上面的封土给移除 形成一种开喇叭式的盗墓方法 这种盗墓方法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让墓穴中的沼气释放出来 减少进入墓穴之后的危险性 但是坏处就是一般移除封土 用的都是爆破的方法 很可能将陵墓彻底的摧毁 有人说到班山道人擅长班山分甲树 与茅山道人相似 因此取名道人 这实际上就是小说想象和杜撰的成分比较多了 班山道人之所以取名为道人 完全是因为他们行动的时候 常常伪装成道人 以掩人耳目 那说完了班山 咱们再来说说谢陵 因为大部分陵墓都在山林里 孤成了谢陵 传说这一派起源于汉墨乱世之时 鼎盛于唐宋 落墨于明清时期 他们鉴于陆林好汉和盗墓贼之间 有墓的时候盗墓 找不着墓的时候就拦路打劫 实际上除了摸金和发丘两个门派之外 其他的任何盗墓门派 都是没有任何史料记载的 最正规的分法 就是将盗墓分为官道和民盗 民盗基本上就是为了求财 而官道的目的就多种多样了 有的是为了扩充军饷 有的是为了寻找古籍 或者是长生不老的仙丹 关于官道的记载 实际上要比咱们想象的多得多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吴子旭和曹操之外 西汉广川王刘去 被称为是最变态的盗墓者 《西经杂记》中记载说 好聚无赖少年游猎 游翼无度 国内肿脏一揭发掘 刘去最爱发掘春秋战国时期的王祖墓 说有点明气的墓穴 基本上都被他盗光了 有一本收录野史的书 叫做《太平广记》 对刘去的盗墓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说他盗墓盗多了 实际上心里也害怕 《太平广记》中记载说 有一次刘去在盗未亡的儿子 且渠的墓的时候 发现里面并没有棺材 只有一张石床 床上面躺着两具尸体 一男一女 头朝东裸身躺卧 没有盖被子 也没有穿衣服 皮肤的颜色 毛发 牙齿 手指 都和活人一模一样 把刘去给吓得半死 赶紧命人全部都退了出去 按原样把林伍佑给封了回去 如果说《太平广记》 记载的是事实的话 那么刘去当时见到的 应该就是保存完好的干尸 除了刘去以外 五代时期梁国的温涛 在长安做官的七年里 将唐十八零倒了个遍 还有现代的孙电英 说是蒋介石老是借口 不给他的军团拨款 于是孙电英就在东青林里面 挑了慈禧和乾隆的两座陵墓 给掘开了 他认为乾隆和慈禧 生前比较奢侈 死后肯定有不少陪葬品 而且满清统治近三百年 搜管了那么多民纸民膏 怎么能让这些宝贝都长埋地下呢 应该把他们挖出来 让他们重见天日 这也有益于天下 盗墓还能找来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也是个人才 那说完了盗墓的门派 咱们再聊聊墓穴里的事 在盗墓小说中 摸金销位有三大铁律 鸡鸣不摸金 灯灭不摸金 摸金不过三 说鸡打鸣了 天亮之后就不能干活了 进入墓葬之后 开关之前 要在墓室的东南角 也就是死门处 点上一根蜡烛 人点竹鬼吹灯 灯灭了就不能摸金了 还有摸金的时候 拿走的宝贝 总共不能超过三件 要给后辈的盗墓者们留点东西 不能让他们空手而归 还有一句盗墓行业 偷用的行规 叫偷风不偷月 偷雨不偷雪 虽然说这都是小说 比较引人入胜的一些说法 但是事迹上也是有现实根据的 就比如说鸡鸣不摸金 还有偷风不偷月 盗墓这个行当 怎么来说 也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 都说月黑风高 方便行事 要是出了那么一轮明亮的大月亮 方圆几里地都照得亮堂堂的 你还怎么盗墓 鸡鸣不摸金 一天亮就收工 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 而且为什么说风大的时候适合盗墓呢 因为风一大 一方面容易把墓室里所有的沼气 还有毒气给吹散 另一方面 风声也能够掩盖作案时候 发出的一些动静 那么偷雨不偷雪 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下雨天气的盗墓 一来泥土松动 好挖 二来雨水能够很快将 留下的脚印和印记给冲刷掉 雨水的喧哗声 也能够掩盖盗墓时候 弄出的声响 但是下雪天就不同了 雪地上的脚印清晰可见 也加大了挖掘的难度 最后这个人点烛 鬼吹灯 也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一旦蜡烛熄灭了 说明墓室里面氧气不足 那么人进去之后 肯定是有危险的 容易造成晕厥 咱们都说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专业的盗墓者 肯定需要专业的盗墓工具 大家最熟知的 可能就是什么糯米 黑驴蹄子之类的 说糯米可以拔尸毒 而僵尸最怕的就是黑驴蹄子 这纯粹就是小说的神秘渲染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要说到作用 顶多也就是个心理作用 驱邪避凶 图个好彩头 但是有一些东西 确实是盗墓是必不可少的 能实际派上用场的 最为常见的就是绳子 一般来说 除非是官方的盗墓行为 能够浩浩荡荡十几个 甚至几十个人 进入墓室之中 通常的民间盗墓 为了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 挖的盗洞都非常的小 直径可能就不到一米 真正下盗墓学院里面 干活取货的 也就一两个人 下去的人会在身上 捆一根绳子 上面望风等候的人 手里拿着这根绳子 盗墓者先一借一借的 将宝贝捆在绳子上 给吊上来 最后再把下面的人 给拉上来 而且盗墓行业 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 就是说下面取货的人 一定得是儿子 上面望风拉绳子的人 是老子 为什么是这个道理呢 因为上面的人 有时候拿到宝贝之后 容易见利忘义 绳子一丢 就不管底下的人了 所以儿子出卖亲爹的事情 也是屡屡发生 但是老子爱儿子 是一种本能 亲爹不太可能 抛弃亲生儿子 另外下到墓穴之后 很多陪葬的物品 都是缠在尸体身上的 一个人的力气 是很难把尸体 给抬起来的 这个时候 绳子就派上用场了 把绳子的两头 各打一个扣 一个扣拴在自己的身上 另外一个扣 拴在尸体的身上 这样自己一起身 就把尸体给带起来了 而且空着的两只双手 也可以去把尸体上的 一些金银财宝给顺走 除了绳子 另外一个最著名的工具 就是洛阳铲 它最早是由河南洛阳 一个叫李鸭子的村民 发明的 一开始用于民间盗墓 后来成为重要的考古工具 它的铲半很长 一般是木制的 前端是一个U型的碳铲 咱们都知道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 古墓非常的多 曾经有专家估计说 洛阳地底下 有点规模的墓 加起来不下十万座 而洛阳铲 就是用来碳墓的 把铲子打入地下十几米 拔出来的时候 会带出来一定的地下土壤 通过分析土壤的结构 颜色和包含的物质 来判断地下是否有古墓 当然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盗墓分子以及考古团队 所使用的工具 也是日新月异的 什么红外线探测仪 定点爆破装置 有害气体分析仪等等 最后咱们再来聊聊 墓穴里的一些机关 看盗墓小说 或者是影视化作品 最紧张刺激的场面 可能就是那些 变幻莫测的机关 而现实中的墓穴里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机关暗器 因为一旦墓穴建成之后 少说要放置几百年上千年 这些机关暗器 如果长期没有人维修和保养 很快就出故障了 没等盗墓者来自己坏掉 这不白折腾吗 所以现实生活中古时候 人们最常用的防盗墓节的方法 就是深埋大藏设遗种 或者是一些防御性的机关 所谓深埋大藏就是隐蔽墓址 不做风土堆 不立墓碑 从外部看 一般人就看不出来这是个墓 设遗种最有名的 就是曹操的七十二遗种了 传说曹操的临终之前 担心自己的墓会被后世盗绝 于是就命手下 在河北邯担设了七十二遗种 当然这一说法 并没有得到史学家的证实 一部分人认为 七十二遗种只是三国演义 等文学作品的夸张 还有一部分人说 曹操的遗种实际上就是北朝墓群 而且数量不止七十二个 是一百三十四个 而防御性机关 最有效的莫过于流沙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沙墓 流沙墓被称为是最恐怖的古墓之一 一旦盗墓者陷入流沙坑 基本上有去无回 2005年5月 河南上菜县郭庄村 发现了一座东周时期的楚国古墓 发现时此墓已经遭过多次盗绝 为了避免墓址再遭破坏 考古小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现这个墓穴周围 有大大小小十七个盗洞 但是里面的文物却完好无损 这座郭庄储墓 采用的就是流沙防盗的模式 在墓盗和墓周边填沙 当盗墓者挖到击沙层的时候 沙子就会流动到盗洞里 同时沙子的流动会带动石头的擦方 从而打击盗墓者 专家估计锅庄储墓 原有的击沙在3000立方米以上 盗墓者想要通过人力将流沙给挖光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而且这些流沙都是非常细的黄沙 流动性很强 沙层中还常常买有击石 重量大小不一 这些石头的边角都十分的锋利 全部都是经过精心挑选 用来防盗墓贼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在宝基还发现过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 也是一座典型的流沙墓 墓穴周围全部都是盗洞 而且考古专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之后 发现里面的文物没少 盗洞里面还多了十几具盗墓者的尸体 可以说流沙墓真的是盗墓者的噩梦 其实关于盗墓和摸金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就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小说都爱拿昆仑山做文章 昆仑山究竟神秘在哪 中华的龙脉又在何处 而当今社会真人版的摸金校尉又是谁 他身上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呢 更多摸金密文且听我下回分解 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拜拜